歡迎收聽飛機練才 又不Sports Show 我是黃丹宇 我們要訪問到的呢 就是我們釜山亞裕的跳高國手 同時也是威達運動有限公司的董事長 陳宏傑先生來節目當中 其實我後來當兵 我是當體育役 因為我是到了國家隊 然後在那邊的時候 別人一天練兩餐 我強迫自己一天要練到四餐 其實我自己就要明確說 我就是要在這一年內 把自己的成績提升到最好 然後但是一直到快退伍前的一個泰國比賽 不小心把自己的腳還扭斷掉了 從那時候回來之後 就慢慢的就是去學習設計啊 開始慢慢找到商人 但是兩年之後 那年當老闆了 出來就參加全國運動會 然後又拿下第四名 更多精彩內容請鎖定 優福Sports Show